我喜歡說什麼語言就說什麼語言 蝸蟲口出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 49歲的陳奕迅 在剛剛結束的我們演唱會上就比上了一課 估計他什麼都想不到 自己對台下歌迷們的一句簡單回對 緊張自己推示風口浪纖 同時還被扣上不愛過的武士 這也讓許多歌迷不由得捏緊了拳頭 太子家偶像擔心起來 南北城陳奕迅也要報其他港星後台 在個人立場上出現問題 回看這次的風波 到底是陳奕迅用事不當 還是網友們反應過激 事情發生在前不久的澳門演唱會上 在中場互動環節 一些歌迷紛紛喊話陳奕迅要求他講過語 其實歌迷們的想法也能理解 雖說都是中國人 但對於內地歌迷來說 粵語的確有些悔心難懂 因此提出港國語要求倒也能理解 可視站在台上的陳奕迅 作為被要求的一方 他顯然有些不太樂意 畢竟他本就是一名粵語歌手 這場演唱會的舉辦地點 又視說粵語的澳門 再加上在他看來 台下歌迷門與其說是請求更將是命令 所以一向達立讀行的陳奕迅也來了脾氣 他先後用太語和英語回應了台下 但偏偏就是不使用歌迷門要求的國語 將半譯進行到底 不過或許是察覺到了 自己態度有些強硬 陳奕迅又芳芒解釋道 想讓我說過語很簡單 但不可以用情或者麻煩 而不是這種語氣 詩話一出 本以為事給了歌迷一個台階下 可視沒想到 反而惹怒了一些聽眾戲的他們粉然離場 要求退票 很快 互聯網上也傳出了一些不好的言論 甚至還給陳奕迅 構想了宋揚美愛的武士 其實 回看整起事件 倒是不至於上升到立場問題 但不得不承認 陳奕迅真的需要詳點心了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因為用詞不當 引來爭議了 早前在記者追問感情問題時 口出裝話直言 關你屁事 前不久 在三凡市演唱會上 聲稱這裏遍地引關子 接二連三的出問題 看來陳奕迅真的需要去進修下語言了 不過 其實這些言語上的用詞不當 並不是陳奕迅演唱會最大的失誤 他最嚴重的一次 是在幾年前的校園獸上 至今仍讓他記憶猶新 你可能會失去生育能力 病床上的陳奕迅壓根沒想到 自己光一睜眼就得知了一個惡號 那時的他剛剛結束了在台灣一場校園獸 在演出結束前 為了和觀眾們互動 陳奕迅跑到了舞台邊緣營舞寺 誰都沒想到的事 他腳下的音箱支撐價斷開了 於是陳奕迅也陷入了兩難之地 他一隻腳卡在了台上 另一隻腳側踩空掉了下去 當然最嚴重的還是他的下體 直接受到了來自地面的撞擊 在被送往醫院後 醫生也火速處理了陳奕迅的傷勢 遺憾的是他的右高遠沒有保住 圈子女也從此之後多了一位孤高勇士 但罪讓陳奕迅苦怒的 並不是來自身體上的疼痛 而是他內心中的焦慮 陳奕迅擔心自己的女朋友會離他遠去 因為楊千華的緣故 女友徐浩瑩當時正在和他鬧分手 所以在得知身體受創後 陳奕迅第一反應就是 完了這下徐浩瑩肯定不會再和我再一起了 可令他意外的事 徐浩瑩並沒有因此嫌棄他 得知陳奕迅出了意外 徐浩瑩趕忙飛到他身邊 給予了他很多安慰 支持和陪伴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後 陳奕迅的病情有所好轉 在徐浩瑩的愛心陪伴下 他陰鬱的心情也漸漸出現了太陽 女友的付出打動了陳奕迅 之後兩人起結連理 但就在這個時候 陳奕迅又迎來了一段難無的時光 當時他的父親因涉嫌受賄被判入獄 之後陳奕迅便為父親開啟了 長達多年的上訴之路 為了請專業律師打官司 他的積蓄日漸減少 就在他為錢花壽事 是妻子徐浩瑩的一次出手相助 幫他渡過了此次難關 據悉徐浩瑩不帶一絲 猶豫地給陳奕迅轉了兩百萬 之後他便用這兩百萬 把父親保釋了出來 後來陳爸爸因患肝癌駐進醫院 也是徐浩瑩給予的幫助 那時為了給父親賺換肝的前禍治療費 陳奕迅壓力山大 他只能拼命工作開演唱會來秋前 就在他陷入經濟困境和情緒低谷時 身為妻子的徐浩瑩 給予了他很多溫暖 助他跨過驚激 或許正是因為徐浩瑩的暖心付出 才讓陳奕迅堅定了以後 要好好對待他的想法 所以當陳奕迅在歌壇穩住腳跟 並佔據了華語樂壇的一片天后 他都會與妻子一起分享這風世的成果 陳奕迅增豪窄2.3個億買下一套豪窄 房產正上隻寫了徐浩瑩一個人的名字 得到老公的從事和百般寵愛後 徐浩瑩花錢的時候 就越來越把詞不住了 當陳奕迅哭訴考慮 隻姓三千萬時 他出門購物僅一個小時 就能花出去高達80萬 要問這80萬到底花在了哪兒 那必定是各種奢侈品牌服裝和配色 徐浩瑩對各色各樣 名氣頗大的服裝配色非常上頭 但凡出過街 他從頭到腳 只要肉眼能看見的飾品和衣服 清一色都是常人負擔不起的大牌 更誇張的是 就連他的衣架都必須得視鄉內而的 這樣才能有資格在他的衣櫃裡上住 徐浩瑩對各種品牌包 可謂到了癡迷的程度 他的愛馬仕包堆成身 每天換一個款式背 恐怕都背不圓 別人馬包會考慮造型款式和造工 而他根本不想這色 只要他想擁有這一個款式的包 那就直接一窩端 把同一款式包包的所有色系 全部拿下才能安心 除了這些奢侈品外 徐浩瑩另一個極其消遣的心頭愛 就是豪車 出門礦街隨便一開 就是價值300萬的賓士 和陳奕迅出門所開的座價 也是價值450萬的亞迪頓馬丁 其車市程度 讚足了路人的目光 對於妻子能花錢這件事 陳奕迅也曾跟外界哭過窮 稱 我試患了個病 荷包乾硬化 急性發錢寒 何他哭窮歸窮 事後還是忍不住寵住妻子 只要妻子想買東西賞花錢 他就充當對方的AKM機 為了吸妻子讚錢花 他開了一場有一場的演唱會 據悉陳奕迅不僅滿足徐浩瑩的購物肉 每個月環繞給他高達50萬的零花錢 作為日常消遣 在老公的支持下 徐浩瑩掩然成了一個買東西 從不看價格的名媛婦婆 而對於他大手大腳消費的習慣 很多網友都深深反感 因為他不僅愛花錢買奢侈品 買來的瓦瑟服裝特配 還不符合大眾審美 因此也招致了許多嘲諷 外界對徐浩瑩差到極點的種種看法 陳奕迅其實也有所以聞 所以他曾當眾維護老婆 如果我跟老婆婚姻有什麼問題 關你們屁事 話說回來 這對老夫老妻到現在都26年了 很多人不理解Eason到底看上徐浩瑩那裡了 畢竟他的畫風真的滿謎的 時尚搭配不用說了 徐浩瑩基本等於物質審美代名詞 什麼泡霸和異性過份親密的新聞常有 還跟陳冠希幹弟弟潘世亨洗過鴛鴦肉勒 帶著孩子的那種一家三口記事感太強了 甚至有個同姓非文走空什麼的 Eason愛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但他真的很重老婆 關於他的負面新聞會主動辟謠 台前幕後跨過不停 大家始終想不通徐浩瑩到底有何魅力 才能把陳奕迅迷得神魂顛倒 不過他們的婚姻生活萬多爭議的 前面我們說到徐浩瑩後放派的私下生活 其實陳奕迅之所以放任老婆的原因 除了外可能也是因為他本人玩的更過份 什麼演唱會當眾涉敏何運思 首也放在不該放的位置 讓人遐想的姿勢 徐浩瑩都試挺淡定還在拍照記錄 女兒在旁邊目定口呆 成年人的世界真複雜 這難度就是有前人的夫妻相處方式嗎? 牛蛙 可能徐浩瑩也是知道何韻思不喜歡男的 很多人不太感冒這對夫妻的原因 大概也有楊千華的緣故 陳奕迅和楊千華 這對也是老師偏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亞美一樣合過的 2010年 陳奕迅開通微博 第一個關注的是楊千華 第二個才是徐浩瑩 兩個人的交集很早 1995年TVB的歌唱比賽相識 之後一起被遷著了公司一男一女共事 難免會傳出一些圖式飛聞 當時有媒體爆料 他倆交往過一段時間 被當事人否認了 但這些年兩人的堂 都是從來沒笑過 都說大方互動的都是問心無愧 秘而不談秘嚴的才是真有情況 主持人在節目上直問 你有追過他嗎? 陳奕迅就是跟他最熟 如煙不長到讓很多人感覺到害媚 他倆的視配名為無雙 取此陳奕迅天下無雙的歌詞 再貼合他倆不過了 不管是不是曾經喜歡過 這對老朋友的情誼是真的多年如一日 也難怪會有那麼多CP粉料 現在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造戀人無緣就當一輩子朋友也很好 相愛雙首以十餘年 陳奕迅和隨浩營的幸福來之不易 同為公眾人物 他們受到的關注也很多 但是陳奕迅多次挺身而出的護妻行為 都向我們宣告了他們婚姻的幸福 以及夫妻間的親密無間 縱使在音樂上 或許陳奕迅會和楊千華更合拍 可視感情終究強求不得 何況兩人也都有了屬於自己的幸福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贊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